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那今天是2月4号星期四 周三澳股是站上了6800点大关 提供数据化金融服务的VUK 使用大幅的跳涨成为昨日最优秀的标兵 而这只股票不论是在公开场合 还是在私下时机 我都有做出相应的推荐 那旅游代表FLT目前股价 能来身处关键价位区间 上方的16会是趋势追涨者的参考目标价格 那购债与催债公司CCP的涨势同样不错 因为身处金融板块 其走势与银行大哥CB的走势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那本周澳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 为金融领域带来基本面之上的强大支撑 而在我们周边灵活缅甸国内的紧张局势 可被解读为中美两国又一次的争夺与博弈 而这样的时代背景将会为稀图等战略资源的股票 提供最强力的看好理由 因此澳股当中的LYC行情依旧可期 那香港恒生与上证指数波动正常 因为有色金属等战略资源之上的继续收紧动作 因此A股当中与之相关的股票依旧值得大家关注 那另外近期A股当中的猪肉概念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 那美国时段三大股指原地待命 中概股整体表现优秀 完成整改的蚂蚁完成整改 阿里巴巴最阴霾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 之前所推荐的优步继续有望冲击60的价格目标 那货币方面澳元坐落0.76 欧元徘徊1.20 而黄金从上月中开始已经连续8次在价位区间上下沉浮 行情需要等待等待磨人心智 对于短期看涨美元的观点维持不变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赞与收藏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